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球鞋开箱的影片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刚刚拿到的两双球鞋 而且是2018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两双鞋 也是在这个价格范围之内我觉得最好看的两双老爹鞋 我知道你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这两双鞋了 但是在看这双鞋之前希望你花一两秒钟的时间给我的影片点赞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可以支持我今后拍更多的影片 那么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两双鞋呢 就是Adidas最新出的一个系列 叫做Young One 第一代的球鞋 这双鞋呢在刚刚出呢就出了两个colorway 两个配色 一双呢就是这个红白蓝配色的 另一双呢是这个非常抢眼的亮橘色的 上面配的是navy blue还有这个three strap下面呢有这种亮的yellow 非常的亮眼 自从conye west把EZ的产品线转移到Adidas 还有forreal的human wrist系列 Adidas在球鞋市场上强占了很大的份额 相信很多的sneakerhead和headbeast基本上人手一双EZ boost 或者呢没有EZ的话至少你也会拥有一双ultra boost或者nmd 到2018年呢boost的热度呢有点下降了 随着blissiaga和新一代的EZ呢现在老爹鞋呢又开始流行起来 这一双呢也是Adidas之前的一双老爹鞋的改版 是这种今年非常流行的chunky shoe 首先呢这个鞋拿到手里给我的第一感觉呢是非常的轻便 比起这个new balance的990这双鞋显得更加的轻便 另外呢就是这双鞋的设计 首先呢这个橘黄色的颜色呢非常的亮眼 如果你在人群当中穿这双鞋很容易呢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这两双鞋的设计都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容易搭配 你可以搭配一些短裤慢跑裤裤甚至一些宽腿的休闲裤 还有瘦腿的牛仔裤 这些不同的裤子呢都可以搭配这双鞋 这双橘黄色的鞋的配色呢我非常的喜欢 虽然呢我已经有很多橘黄色的鞋子了 但是呢这双鞋搭配了这个深蓝色的layer 包括呢这个Adidas经典的3strap 下面呢有这个亮的黄色 这三种配色加起来的球鞋是我唯一的一双 另外呢它这鞋上面的设计呢采用了不同的layer 不同的panel 看起来呢也非常的有层次感 这双鞋上面的材料呢摸起来也不是非常的cheap 感觉它这个上面的sweet的材料呢非常的光滑 有点像Air Max 1的sweet的材料 另外呢它中间的panel和这个set的部分呢 采用的是这种透气的mesh的材料 至于它的透气性呢需要我穿越它的时间 才会知道到底好不好 这双鞋在美国的售价呢是120美金 BT Adidas的Ultra Boost NMD 还有EZ的系列呢 这双鞋的价钱呢非常的划算 穿在脚上呢也是比较特别的 另外呢就是这个红白蓝配色的 它这个红白蓝的颜色呢用的是比较复古的颜色 不是纯白也不是那种鲜红的颜色 所以穿在脚上呢非常的好搭配 那么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双鞋上脚的感觉 这双Adidas的Yang1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目前的市场价格呢 这个橘黄色的配色呢 可能要比原价高出30到40美金 这个红白蓝配色呢 基本上可以原价能买到 如果你对这双鞋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网上去看一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请给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follow我的instagram 这是LiuP 那么下次的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 i'll see you next time